我有遇过很像这样子online的 然后他就会讲他们去很像祈福这样 然后他就会叫你给一笔钱 大家好 我是Dino 因为在MCO期间呢 很多的信徒没有办法到神庙那边去拜拜 所以部分的神庙呢 就提供了线上祈福 还有线上问世的服务 让很多的善男信女可以在家求个心安 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海内外的中山新闻呢 蓝利亚千鸡沙沙 蓝利亚哇哒 小利的益力是1.5天一张是20令吉 大张的1.1个星期是30令吉 平台网络也这么大 害群之马还是会有的 我们开了这个平台 我们也希望不是追求 不是鼓吹一些迷信 但是这种线上祈福 真的能够可以把你的心意传达给神明知道吗 我们一起来听听民众怎么说 我是觉得OK啦 因为只是我们换那种方式去传达那个消息吧 准了吗 应该是不能吧 现在拼WiFi 都行啊 只要星辰之灵啊 叫你拜拜也是行啦 这个是一个信仰 就看看你们看个人怎样去看 还是不能接受啦 online那个神明有online的吗 他有打电话给我们啊 他有online跟我们接通吗 没有啊 很正常啊 如果你相信就有啊 如果你没有相信就应该是不会去信这样子 拜拜这样子 的话OK的 自己心里舒服一点都可以的 因为神都是我处不在的嘛 线上问是 坦白说是 在欺骗自己 安慰自己 可是我在线上我也是可以直接跟他讲啊 我的生成八字啊 生成八字可以讲啊 问题是在线上讲 你根本看不到人嘛 假如我是在跳铜的 你拿着live 那个神明会看电话吗 神明不可能会看你的视频啊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我拍个视频来 我们对面对面 那个跳铜的 他跳着铜 他还可以看电话live 那个是在欺骗观众 我们一定要见到人 没有见到人 我们胡说八道 那是欺骗 可是师傅如果那些人 他的家里面没有安神 那他就 没有安神 我们这四个月 我们没有空 也遇到病情 我们就 在家里 因为我安慰 好 谢谢法威师傅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哦 那到底online问神 有没有效果呢 还是由你自己来判断啦 想要观看更多的听说 赶快点击下一支影片吧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人有三把火吗 没有 那我们来听听师傅怎么说